第251章 新的祖园 阴森的古堡 长满如舌般扭曲枯树的沼泽 九霄云刚刚来到古堡的大门口 就看到古堡的大门已经打开 内中到处都是魔灵正在分解的尸体 在那古堡的深处 还可以听到激烈的爆炸声 不时有一道道光芒透出 来晚了 已经有人先我一步 赶到了夜夜女王的晚会 九霄云骑着魔形纱 继续往里面走 想看看到底是谁敢在自己之前 杀了参与女王夜夜的这些魔灵 竟然在与夜夜女王战斗 这是哪一位光机 九霄云见那战斗的声音 竟然是从后花园中传来的 不由的心中一惊 穿过重重建筑 九霄云来到了女王的后花园 立刻就看到了两个身影 在花园之中疯狂战斗 其中一个身影 正是那身高达到三米 穿着黑色夜幕铠甲 头戴王冠 双手各持一柄鱼骨般的巨石大剑的夜夜女王 夜夜女王不时发出刺人耳膜的尖笑 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的黑色魔光 让她的身体在夜幕中时影时现 双剑斩出的剑光也几乎不可见 而与夜夜女王战斗的人 手握一柄鬼头大刀 看似笨重的大刀 在那人的手中却快得不可思议 一招一式 简单到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 左斩右挡 竟然挡下了夜夜女王所有的攻击 一刀刀把那几乎看不见的夜之剑光斩碎 经理 九霄云立刻就认出了那人是谁 心中大为吃惊 夜夜女王是光斤级的魔灵 听说还是八脉光斤 非光斤不可取胜 她自己来这里 只是想杀那些参加女王夜夜的低级魔灵 可不敢招惹这位夜夜女王 经理和她一样是超龄试炼者 虽然战斗力比她猛 但也不可能是夜夜女王的对手 现在经理竟然能够与夜夜女王战得难分胜负 这让九霄云十分地吃惊 似大家一直在压着经理 不给她晋升光斤的契机 她是怎么晋升光斤的 九霄云仔细一看 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了 经理手中的刀就是她的供生器 如果她已经晋升光斤级 那把刀应该与她的身体融合为一 必然会有特殊的变化 可是那把刀完全没有变化 还是上一次理休与她战斗时 经理所用的鬼头刀状态 可见经理并没有晋升光斤 没有晋升光斤 她的光能怎么可能与八脉光斤的夜夜女王抗衡 九霄云的心中满是疑惑 突然只见经理一手握狂斩而下 逼得夜夜女王不得不双剑交叉 去挡她的刀 双剑挡住了刀 可是经理的另外一只手 却突然化掌卫刀 带着恐怖的刀芒 挥手间把夜夜女王拦腰斩断 宁光化刃 这是光积极才有的能力 经理真的光积极了 九霄云大吃一惊 明明经理没有晋升光积极 为什么会有以血肉之躯 宁光化刃的能力 经理 你晋升光积了 见经理捡了夜夜女王掉落出来的东西 向自己这边来 九霄云倒也不怕经理 开口问道 没有 经理看了一眼九霄云 自顾自地向后花园的门户走去 打算要离开这里 没有晋升光积 你是怎么做到 以血肉之躯宁光化刃的 九霄云经一道 经理根本没有理会九霄云 走出后花园不见了身影 现在还不是公布种光法的时候 若非刚才正在与夜夜女王战斗 经理也不会让九霄云看到 九霄云心中一动 对着经理的背影喊道 李修那里是不是真有在光积极之前 就能宁脉的法门 你怎么知道 经理停下脚步 转头冷眼盯着九霄云 竟然真有 九霄云心中震惊 之前李修告诉他这些话的时候 他只当李修时的大忽悠 想把他当傻子一样耍着玩 可是现在看来 李修并没有忽悠他 竟然真的有光积极之前的宁脉之法 经理之前是什么水平 在和李修那一战的时候 展示的非常清楚 现在他没有晋升光积 却已经能够斩杀光积极 明显已经宁脉 这段时间 经理除了加入了积师组之外 并没有做过什么大事 四大家以前不肯给他机会 现在他加入了积师组 就更不可能给他机会了 他宁脉这件事 最大的可能性 还是与李修有关 骂的 我是猪骂 当时多听李修说两句 会死吗 九霄云郁闷得要死 见经黎木犯杀鸡 连忙说道 别误会 这件事是李修告诉我的 他邀请我加入积师组参加大比 所以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我当时没答应 还在考虑当中 听九霄云这么说 经理直接转身就走 不再理会他 见经理走了 九霄云也没有心情在干别的 什么事 骑着魔形杀就跑 他得去问问李修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在光积极之前就明白 这种事 简直就是惊世骇俗 如果真有这种方法 别说他九霄云 只要李修愿意 恐怕连光积极的大佬 都愿意不顾脸面 加入积师组 帮他参加大比 这简直就是颠覆现有试炼者体系的东西 九霄云要早知道真有这东西 他就算是求着李修 也一定要加入积师组 九霄云现在迫切地想要把这种方法弄到手 他可是清楚得很 一旦李修拥有这种逆天手段的事传出去 只怕到时候就轮不到他去的好处了 那些大佬肯定会把李修家的门槛都给踩烂了 甚至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 直接把李修抓起来 言行逼供 他必须要在李修完蛋之前 把这种秘术搞到手 我真是猪头啊 为什么之前就不能再多点耐心 万一这个秘密已经被人发现 李修已经被抓起来了怎么办 九霄云冲出了试炼之门后 马不停蹄地赶往七号院 还好等他到七号院的时候 七号院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 这让九霄云常常松了一口气 李修这些天一边教导千重山 一边研究凭中西和上帝之手的结合 布什还为一下爱神射手和黑死魔王 爱神射手已经晋升了两级 从一级的小透明变成了C级 而且连续的两次晋级 都觉醒了天赋技能 爱神射手可净化魔灵 等级C品质璀璨 天赋技能爱神之剑 漫天花雨 爱神之剑是加强版的魅惑 之前爱神射手的普通攻击 虽然带有魅惑能力 但是效果比较弱 而且对于高级魔灵的效果非常有限 否则是都没有什么效果 爱神之剑加强了这种魅惑力量 对于等级比爱神射手高的魔灵 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当然 如果对方等级太高 爱神之剑根本穿不透护体魔光 那么依然还是无用 漫天花雨是一个群体魅惑技能 爱神射手射出的光剑 能够化为光剑雨 笼招一小片区域 所有重剑的魔灵都会被魅惑 不过漫天花雨的魅惑效果 比单体的爱神之剑要弱很多 却已经非常惊艳 等爱神射手的等级上去 达到S级或者超灵之后 可以想象它的能力会有多强 虽然没有杀伤性的技能 可是这种能力 简直就是最佳辅助魔灵 能够在这方面 和爱神射手相提并论的 在李修的魔灵当中 也只有白夜女魔头了 可惜白夜女魔头成长需要的宝石太广贵 李修暂时还没有财力去培养他 黑死魔王还没有晋升到S级 不过估计应该也快了 李修正扔球的时候 突然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杀鼠出去办事了 李修只好自己去开门 你来干什么 李修看到门外的人是九霄云 有些意外地问道 嘿嘿 经过我认真考虑 你们技师组实在太惨了 不帮你的话 我良心都有些过意不去 所以我决定加入你们技师组 代表技师组参加大比 九霄云清了清嗓子 一脸正气地说道 谢谢 不过已经不需要了 李修说道 不需要了 怎么会不需要了呢 你们技师组就精力一个人能打 省下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我加入你们技师组 肯定能帮你取得不少胜场 九霄云心中一惊 连忙说道 我们技师组三个参加大比的名额 都已经定下来了 感谢你的好意 真的不需要了 李修微笑着说道 他之前确实准备要把九霄云 弄过来参加大比 不过李清一加入之后 李修已经不打算再要九霄云了 定下来了 都是谁 九霄云心中着急 却不敢过分地表露出来 经理 李清一和魔装师大队的大队长千中山 李修如实回答 听到李清一既然加入技师组 要代表技师组出战 九霄云更加确定 李修肯定有那秘法 否则李清一怎么会突然加入技师组 肯定也是为了那秘法而来 现在九霄云后悔的长子都情了 恨不能抽自己两巴掌 还有什么事吗 李修要关门 却被九霄云挡住 皱着眉头问道 嗨嗨 李总长 李修肯定没问题 不过 你们那个什么魔装师的大队长水平 就差了些 你可以让我代替他 这样就可以保证拿到更多的胜场了 九霄云连忙说道 不用 我们技师组本来就是魔装师为主 所以必须要有一位魔装师参赛 这是不能改的 就算只有一个会员能够参赛 也必须是魔装师 李修说道 九霄云听李修这么说 顿时哑口无言 魔装师不能换 他也不敢说 自己比经理和李清一还强 这是怎么也挤不进去了 九霄云站在门前 不知道该怎么说 可是就这么退走 也不甘心 一下子僵在了那里 你想学宁脉之法 李修自然知道 九霄云的心思 笑秘密地打破了沉默 想啊 九霄云见有转机 连忙点头回答 这样吧 我也不用你参加大笔 你正式加入技师组 我交给你 李修说道 可以啊 九霄云连忙点头 他才无所谓呢 那就留下血印石吧 李修说道 九霄云文言就有些犹豫了 他并不是长生成出身 却能够在长生天混的风生水起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没有血印石制约 他爷爷以前是总长 带他入的会 入会的时候 也弄了血印石 不过血印石 是在他爷爷的掌控之中 后来他爷爷 从总长的位置退下来之前 就把他的血印石给弄了出来 接任的总长 虽然知道手上 没有九霄云的血印石 但是也没有说什么 一来是看在九霄云爷爷爷的面子上 二来也是怕九霄云这一家子 给他弄出什么麻烦来 这一家子都是小偷 俗话说得好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新总长不想自己 被一家子小偷惦记上 所以也就装作不知 九霄云这才有了自由之身 现在要是在李修这里留下血印石 那他就要受制于李修 这可不是放荡不羁 爱自由的九霄云愿意做的事 不给 那就请回吧 李修说着就准备要关门 给 怎么会不给呢 总长您多虑了 我这不是 正想着自己的血印石放哪里了吗 九霄云连忙按住门板 满脸堆笑道 他心里面已经打定主意 等弄到了李修的秘法之后 就把自己的血印石给偷回来 身为神偷家族这一代的继承人 从李修那里偷个血印石 还不是分分中的事 有什么可怕的 你就不用找了 我给你弄的新的 你把入祖申请表填一下 先入了祖再说吧 李修说着 关上了门 哼 现在让你横 等我拿到秘法 有你哭的时候 想要小爷的血印石 到时候 小爷不但要把血印石偷回来 还要把你的家底都给掏空 九霄云越想越觉得易 高高兴兴地 打发走了九霄云 李修继续训练千重山 这千重山的天赋虽然不错 但是 比起叶西元 还是差了些 以前叫叶西元的时候 只需要口头教导就行 叫千重山 就得亲力亲为了 好在千重山十分有毅力 对于枯燥的训练 一点也不排斥 而且 好似受虐上瘾似的 被李修虐得越狠就越来劲 这些天都是天还没亮 就跑过来训练 李修训练他的时候 他就跟着训练 李修休息的时候 他就拿着棒球自己研究 尝试着学习李修的投球方法 李修原本只是想让千重山 能赢个一两场就行了 见千重山倒也算是一个可造之才 平时不由的就多说了几句 千重山受了李修的点拨 不仅仅在天使之意上有所精进 还学会了李修研究出的 魔光球操控术 当然 千重山不像李修一样 能够自由控制魔光球 他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练习 才能够掌握一些 让魔光球改变痕迹的技术 而且时间紧迫 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让千重山去练习魔光球操控术的多种手法 所以 李修让千重山一门心思练习蝴蝶手法 用这种手法甩出去的魔光球 就像是棒球中的蝴蝶球一样 魔光球上下左右飘忽不定 连甩出魔光球的魔装师都不知道 那魔光球最终会飞向哪里 对手就更加不可能知道了 李修能够完美控制蝴蝶球 但是千重山不是李修 所以李修也不抢求千重山能够完美控制蝴蝶球 只要有个大差不差就可以了 到时候可以碰运气吗 有身法利于不败之地 又有蝴蝶球碰运气 千重山取胜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凝聚魔光球的时候 不能让魔光球内的魔光像平时那样对称 需要弄出一个偏心点 偏心点的位置是影响魔光球轨迹的关键 李修见千重山那么认真 讲得也就更仔细了一些 千重山听完之后又继续练习去了 过了一会儿 雷清风跑了过来 告诉李修说千重山的新魔装造好了 让李修带着千重山去测试新魔装 这么快 距离大比还有十几天呢 比之前预期的还早了好几天 总长大人的吩咐 研究院怎么敢怠慢 许教授带领着一众研究员日夜赶工 就是为了能给您留出更多的时间 雷清风说道 三人来到了研究院 果然看到了那套刚刚制造出来的新魔装 总长 按照您的要求 这套魔装使用了32个能源核心 光纹传动系统加强 材料使用了复合材料 许教授介绍着新魔装的各项性能指数 谢谢 这套魔装已经超出了预期的好 李修笑道 如果32个能源核心同时被激发到最大功率 所产生的魔光可以达到超灵的标准 不过多核操控会很麻烦 如果协调不好 可能会使核心能源相互间影响 许教授又把新魔装的各种缺陷详细地说了一遍 虫衫 试试看吧 李修让千虫衫穿上了新魔装 开始测试新魔装的性能 32核心 就算是使用炼式操控术 千仲衫依然没有办法激活所有的核心 魔装使用起来也非常的不顺滑 走起路来像是刚刚学会走路孩童一般 这样的状态让许教授和雷清风他们都有些担心 真要是这样去参加大别 别说赢了 能不自己摔倒已经算不错了 李修却似乎很满意 让千仲衫进行了一些测试之后 就带着千仲衫回了七号院 在李修的要求下 从研究院出来之后 千仲衫就一直穿着新魔装 连睡觉都不脱 更不要说平时训练了 第252章 自信是赢回来的 此时的韩明慧 李长颖和白万里正在研究着大笔的对战表 纪时组报上来的三个名额 分别是金黎 李清衣和千仲衫 金黎在意料之中 千仲衫是个普通的S级魔装师 无需理会 李清衣的加入就有些麻烦了 是否还要按照之前的计划 把金黎牌进光机这一组 还是把李清衣分到光机那组 韩明慧看向李长颖说道 李清衣虽说只是刚刚进升光机集 不过他的共生器非同一般 再加上他所能享受到的资源 估计已经凝聚了至少六脉以上 就算把他分到光机组 那些人恐怕也不会全力与他一战 说不定还可能故意放水 李长颖淡淡地说道 与其让他进光机组 不如用光机组压制金黎 让李清衣去赢吧 那一份资源就当是送给他了 韩明慧微笑道 李家主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毕竟是会长千金 既然他要去济师组 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那就这么定吧 把李清衣分去最弱的一组 金黎分去都是光机试炼者的那一组 那个魔装师分到另外一组 除了李清衣之外 可以保证不让济师组赢下任何一场比赛 白万里笑道 对了 还有一件事非常奇怪 韩明慧放下对战表 说道 什么事 李长颖问道 九霄云申请加入济师组 我压着还没有批 韩明慧说道 李修倒是挺能干的 竟然想找九霄云当代打 可惜现在已经晚了 先不要批 等对战名单公布出去 不能更换人选之后再批 李长颖说道 好 那就这么办吧 我那边还有事要处理 就先回去了 韩明慧起身离开 等韩明慧走后 白万里拿着对战表 对李长颖说道 家主 球道组那边有点奇怪啊 万昭春 竟然没有代表球道组 参加大比 反而是球道组的那个 光积极的超级会员 参加了大比 李长颖微笑道 万朝信能够控制球道组 是早晚的事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估计万昭春出了不少的力 韩副会长现在应该很头疼吧 长生天一年一次的大比 和外面的过节差不多 算是每年最重要的活动 各家各组下一年 能够拿到多少资源 日子会不会好过 都要看这一次大比的结果 可以说关系到 长生天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关注着 这一场大比 偌大的演武场上 早就已经是人山人海 等待着开幕战的开始 以前每年大比的揭幕战 都是由掌声组和不死组开始 这是长生天最古老的两个组 也是最早参与大比的两个组 在最开始的时候 八大家是不参与大比的 拿的也是固定资源 随着时代的发展 长生天现在有了七个组 八大家却变成了四大家 规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只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今年的揭幕战竟然也被改了 完成这第一站的人 不再是掌声组和不死组的参赛者 而是济师组和忘琴组的参赛者 长生七组加上四大家 一共是十一家总计33个参赛者 33个参赛者分为三个小组 每个小组的11个参赛者 都需要和同组的每一个参赛者 对战 胜一场积一分 败一场不扣分 最后把三组的积分相加 就是今年除了保底之外 能够分到的资源总量 揭幕战的这一站 是由济师组的魔装师 千仲山 对战忘琴组的试炼者 乌行云 长生天内是个人都知道 忘琴组 现在就是李家人掌控的 这一站 要说没有私人恩怨在内 那是谁都不信的 李家这是要给李修 一个下马威啊 老不死地坐在关上 手里面抱着一个保温杯 一边喝着热水 一边笑眯眯地说道 这样的下马威 也没什么实际作用 李轻一代表纪师组参战 纪师组 肯定能够拿走一部分资源 其他两个人 基本上就属于炮灰了 莫无牙笑道 话是这么说 可是你看看那些魔装师的表情 老不死地冲着 观众席的一处弩嘴道 刀胜 枪魔 风筝和化媒 竟然都来了 看来他们对 这一站也很关注 莫无牙想了想 哑然失笑 也对 这一站关系到以后 纪师组能够分到多少资源 纪师组拿得少了 他们分的就更少了 说不定脸本就不多的 那一点都要减少 也怪不得他们会关注 嘿嘿 李轻一能给纪师组 拿走一份资源 但是和之前相比 就少得太多了 能分给他们多少 就很难说了 老不死地 孝道 刀胜 枪胜 风筝和化媒并排 坐在魔装师方阵的 最前一排 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虽说所有人都知道 千重山必输 放在揭幕战就有些过分了 这不仅仅是打击师组的脸 还是在打所有魔装师的脸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我们自己上呢 就算是输 至少也能输得体面一些 千重山的能力 还是弱了 枪魔叹气道 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意义 总常去找你们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答应他出战 化媒在一旁说道 没什么意义吗 反正都是输 枪魔无奈地耸肩道 既然知道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化媒看到千重山进入演武场 不由地轻移了一声 奇怪了 千重山换新魔装了 这套魔装以前没有见过 换魔装也没用 他的灵石太普通了 激活不了特殊魔装 再怎么更新魔装 终究还是 难以与超灵试炼者抗衡 那个乌行云 也是个老家伙了 十年前就已经超灵 虽然今生无望光机 但是在超灵这个层次 已经不算弱者 千重山一点希望也没有 刀胜冷声道 既然你们这么看不上千队长 干什么还来这里观战 坐在后面的雷清风 不满地说道 没什么看得上看不上 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 刀胜说道 什么叫事实 事实是你还没有看比赛呢 就在那里泼冷水 打都没有打呢 你怎么就知道 千队长和他的魔装不行 雷清风反驳道 对于魔装师来说 灵石已经决定了一切 不需要看 也已经知道结果 刀胜说道 两个人斗嘴的时候 乌行云也进入了演武场 忘情组和李家的人 都欢呼着 为乌行云加油 与魔装师这边的冷漠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李修和沙楚坐在台上 看着下面的情况 倒是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见演武场内的千重山 看向自己 李修对他做了一个OK的手势 千重山看到李修 心总算是安定了下来 深吸了一口气 看向了对面的乌行云 乌行云大咧咧地 站在演武场上 手中握着一柄包皮刀 共生气 副手看着千重山说道 你出手吧 若是让老夫出手 你就没有机会了 这话说得狂妄 但是却没有多少人觉得 乌行云狂妄 因为他确实有说这话的资格 虽说乌行云 不是精力和苏半成量的天才 苦苦努力到50多岁 才成功超龄 超龄 十余年到现在 也才80多点的超龄上线 可是就算如此 也已经算是人中凤龙 不知道多少试炼者 一辈子都超龄无望 更何况乌行云 也不是全然没有突出的优势 听说乌行云 在加入长生天之前 是一个武术高手 特别擅长一种 名为八卦游身部的身法技巧 成为试炼者之后 乌行云把那种身法发扬光大 在格斗当中相当的给力 特别擅长闪避和寻找时机 加上乌行云的超龄之力 别说是一个S级魔装师 就算是同样的超龄试炼者 想要击中他都不容易 身法那是相当的溜 乌行云敢在场上这么狂妄 也是因为擅长身法 而且李长寅还特意对他说过 这一战一定要灭灭继师祖的威风 所以乌行云才表现得这么嚣张 恭敬不如从命 千重山冷冷地说了一句 右手凝聚出了一个魔光球 直接甩向了乌云形 千重山自己心里面也没有底 所以这一记魔光球 千重山是慎之又慎 按照平时的练习的最高标准 甩了出去 魔光球直直地飞向乌行云 乌行云见千重山 竟然用任何一个魔装师 都会的魔光球攻击他 不由得冷笑道 你也太瞧瞧我乌行云了 我给你机会 你就全力而为 错过这个机会 等我出手之时 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说话间 乌行云侧步谐疑 想要躲开千重山的魔光球 他本以为自己已经躲过去了 可是那魔光球 却突然剧烈晃荡 竟然斜了过来 让他已经来不及反应 在没有进入超灵状态的情况下 直接把魔光球 轰在了左肩膀之上 哄 乌行云的身体 直接被炸得 像一侧飞了出去 手臂都给砸得血肉模糊 手中握着的供生器 脱手掉了出去 眼看着乌行云倒在地上 所有人都正正地看着他 不知道这到底是个啥情况 怎么 乌行云这么一下子就倒了 台上的李长寅 脸色难看至极 心中直骂乌行云是个蠢货 乌行云也懵了 他明明计算到位 应该躲开了魔光球 怎么魔光球竟然还会拐弯的 捂着受伤的手臂 乌行云想要站起来 去抓自己的包皮刀 可是他还没有站起来呢 就见千中山已经冲了过来 对着他疯狂甩出魔光球 一个个魔光球 划出诡异的弧线 对着乌行云狂轰乱炸 乌行云没有拿到自己的供生器 没办法进入超灵状态 只能使用八卦游身不闪避 这是超灵试炼者的弊端 本身并没有光能储备 只能靠供生器 不像光积极 就算没有供生器 也一样能够爆发恐怖的光能 可是那些魔光球 实在太怪了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左右上下不断地摇晃 乌行云明明感觉自己躲开了 却被那魔光球轰中 一时间不知道该往哪边躲 轰轰轰轰 炎武场上不断爆炸 乌行云躲开了一些魔光球 但依然还是被好几个魔光球轰中 炸得满身都是伤 全身都在流血 破烂的寄生器衣服 都快变成布条一般的乞丐装了 他拼命想要把供生器罩回来 可是包皮刀才飞起来 就被魔光球砸飞出去 一直回不到乌行云的手上 我去 千重山怎么变得这么梦了 雷清风瞪大了眼睛 虽然他对于刀剩几个人的话 很不服气 却也知道对上乌行云 千重山应该没什么机会 可是现在的情况 却恰恰相反 千重山竟然在演舞台上 狂虐乌行云 更不要说其他观战的试炼者了 乌行云躲不开魔光球 轰击 已经严重受伤 拼命也取不回自己的供生器 只能无奈地认输 气得李长颖脸都绿了 怎么回事 千重山的魔装操控水平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那些魔光球的轨迹 怎么会那么怪 竟然还会自己拐弯 这是什么魔装技术 刀剩 枪魔 风筝和化眉 也都有些吃惊 却不知道为什么千重山会变得这么厉害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学会的这种魔光操控技巧 突然听到后面的邱天玉 由衷地赞叹道 总长就是总长 只训练了千队长一个多月的时间 竟然就把千队长的水平 提升到了这种程度 实在是太强了 这魔光球操控数太给力了 等回去之后 我一定要求总长把这种技术 也交给我 雷清风留着哈拉子说道 本位以练式操控数 已经很牛逼 没想到总长还有这样的干活 必须要学会啊 总长哪有时间教你 如果不是为了参加大笔 千队长也没有机会 接受总长的亲自教导 邱天玉说道 没事没事 千队不是已经学会了吗 总长没空可以让千队代为教导 以总长的性格 肯定会同意的 雷清风说道 刀胜和枪魔几人面面相去 他们实在很难相信 李修既然只训练了千重山 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把千重山训练到了这种地步 刚才是谁说千队不行的 雷清风忍不住出言 嘲讽刀胜 刀胜冷声说道 不过就是运气罢了 如果不是乌行云太过狂妄 没有第一时间进入超龄状态 千重山也不可能赢 下一场他遇上的对手 就不会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 某些人啊 就是死鸭子嘴硬 雷清风撇嘴道 揭幕战有些出人意料的快 而且结果也同样出人意料 魔装是千重山竟然能赢 这是谁都想不到的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认为 千重山能赢 主要还是因为 乌行云太过嚣张大意了 不认为乌行云能够继续赢下去 不管别人怎么想 这一战却让千重山有了自信 不再像之前那么紧张了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虽说训练了这么久 我还是躲不开总长投出的球 可是他们不是总长啊 总长的球我躲不开 他们的攻击算个什么玩意儿 连我弄出的魔光球都躲不开 超龄失恋者又怎么样 和总长相比连个屁都不是 我接受了总长的亲自教导 根本不需要紧张 只要发挥出自己训练成果 就一定能赢 对 来之前总长就已经说了 只要我自己不乱 那些家伙是不可能伤到我的 千重山走下演舞场的时候 心态已经完全转变了 一场接一场的战斗 看得人眼花缭乱 各种契合魔灵的战斗 确实很酷很炫 特别是那些光积极的战斗 简直就像是各种激光乱射 飞人一般的恐怖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这些对战比之前 千重山与乌星云的 那一场要精彩很多 可是很多人却忍不住希望 再看到千重山的对战 当然 这不是他们认为 千重山有多厉害 而是十分好奇 好奇千重山这个魔装师 在下场对上超龄失恋者的时候 还能不能继续取胜 不过要看千重山的对战 需要等到下一轮开始才行 正在思索着的时候 演武场上又有一对参赛者入场 看清楚参赛的人是谁 看台上不由的都被其所吸引 三个分组当中 有一个分组 基本上都是光积极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 那个人就是现在场上的精力 精力再怎么厉害 毕竟还没有晋升光积 没有人认为他能赢 在对战表出来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人都默认精力 必定全败了 甚至有可能会直接气散 精力的对手 是墨家的光积墨守龟 他是墨卫道的 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虽然没有墨卫道 那么名声显赫 其天赋和能力 却也同样惊人 墨守龟全身被厚重的盔甲保护 像是一个重甲机器人一般 这是他进入光积级之后 与共生器融合所形成的光积之躯 原本就以盔甲作为共生器 光辉级的盔甲器 与身体融合之后 让他的体魄和气 都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精力还是如以前那般 踢着一件袍子 人脸无恙 我不想伤墨家的人 你认输吧 精力突然对着墨守龟 说了这么一句话 第253章 卖秘法 这个精力 真是狂妄的没边了 老不死的摇头苦笑 墨天牙却笑道 年轻人狂妄一点也不算是坏事 就精力那脾气 这已经算是很客气了 狂妄也要看是对谁 他再怎么厉害 终究还没有近身光积 对同级的狂妄一下 也就算了 对上光积级也这么狂妄 就有点太过了 老不死的说道 许多人都和老不死的一样想法 精力很强 甚至可以说是最强的超灵 但那只局限于光积之下 在光积之中 精力那强大的实力 也就算不上什么了 随便一个光积 只要凝聚出了 哪怕一条光脉 都可以在光能上碾压精力 更何况墨守龟 还不是那种 只凝聚出一两条光脉的光积 而是已经凝聚出了 十条光脉的光积级试炼者 纯粹的 光能甩了精力 不知道多少条件 根本没有可比性 所以精力对墨守龟说这种话 确实让人有些违和感 墨守龟听了精力的话 有些好笑地说道 你尽管放心大胆地砍吧 若是你能够伤到我 墨家不但不会怪罪你 还会奉你为我墨家的上兵 墨守龟这话 并不是在讽刺精力 他本身就以防御见长 精力一个超灵 若是能够伤到他 墨家 真的要好好请教 请教精力了 墨家大多数人都像墨守龟一样 走的是防御为王的路子 竟然防不住 比他们等级还低的试炼者的功绩 无一说明墨家的路子出了问题 能指出问题的人 奉为上兵 丝毫不为过 精力见墨守龟 没有要弃权的意思 于是也就不再多言 直接把扛在肩膀上的糖刀拔了出来 在糖刀拔出来的同意 刀身就进入了超灵状态 化为了鬼头刀的样式 刀身和精力的身上 同时生腾起恐怖的紫黑色光芒 用出你的那是颂形吧 墨守龟知道 精力创了一世颂形 却没有亲眼见过 只是听说那一世颂形的意境 已经逼近了号称 长生天第一刀的刀长老的魔刀 所以他也想见识见识 精力把鬼头刀举过头顶 平静地说道 我说过 我不想伤墨家的人 颂形一出 非死即伤 所以 我不会对你使用颂形一刀 说着 精力的刀 直接对着墨守龟斩了下去 所用的招数 是之前与李修一战时所用的自残 忘情决性 自残一刀源 自于精力恩师所传的忘情之道 只是现在的精力 使出这一刀 和之前对战李修时有了一些不同 咦 李修见到精力的这一刀 也有些惊讶 他惊讶的 并不是这一刀被修改了 而是发现 精力身体内的光脉流转 与他所交的 子布与怪力乱神经 并不完全相同 除了子布与怪力乱神经之外 似乎还有其他的光脉 被开发了出来 精力一刀斩下 紫黑色的刀光 如同斩天利刃一般 当头斩向了墨守龟的头顶 墨守龟看着那巨大的紫黑色刀光 一只手臂绽放黑光 挡向了精力的刀光 刀光与手臂接触的一瞬间 墨守龟的手臂上面 出现了黑色的圆弦形光照 挡在紫黑色的刀光 这是墨守龟的超灵剂守护天穷 凝聚光能形成坚不可摧的防御光照 同时 这光照还可以吸收分解部分光能 可以说 在使用了守护天穷的情况下 就算是光能比墨守龟强的光机试炼者 也很难把守护天穷打破 更不要说精力只是超灵试炼者了 看到墨守龟使用守护天穷 许多了解这种超灵剂的人 都觉得墨守龟这是杀鸡用牛刀 如果精力晋升了光机 用守护天穷防御没有任何问题 可精力还没晋升光机呢 根本没有必要用这种超灵剂 可是当刀光与光照撞击在一起的 刹那 观战的人都瞪大了眼睛 在万众瞩目之下 精力的刀光疯狂地下压 硬生生把那守护天穷碎的支离破碎 鬼头刀也随之狠狠地砸在了墨守龟的手臂上 这时候人们才看到 精力这一斩竟然是用刀背斩下来的 刀背砸在墨守龟的手臂上 把墨守龟整个人砸得直接摔坐在了地上 地面的玉石都出现了一道道裂纹 墨守龟的臂甲也被砸得凹陷下去 上面满是裂纹 这还是用刀背斩下来的 如果是用的刀锋 只怕墨守龟的手臂已经被斩断了 不可能 墨无牙一下子站了出来 不能置信地盯着场中收到力 已经把刀插回了窍中的精力 整个炎武场也是鸦雀无声 各位总长和家主 以及那些能够看懂的人 此时都是满脸的不能置信 老不死的 嘴巴张大 半上没有和尚 也没有发出声音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精力 墨守龟坐在地上 正正地看着精力 半上才从地上爬起来 神色复杂地看着精力问道 一 净身光机了 没有 精力摇头 不可能 你没有凝聚光脉 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光能 墨守龟皱没道 我只是没有净身光脊 但是没说 我没有凝聚光脉 精力淡淡地说道 此言一出 众人皆惊 更加地不能置信 一个个眼睛死死地盯着精力 仿佛要看透他的脑袋 判断他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不可能 你没有净身光脊 怎么可能凝聚出光脉 墨守龟立刻摇头道 我以前也不相信 在光脊机之前 就能够凝聚出光脉 但是总长却让我知道 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在总长的帮助下 虽然还没有净身光脊 但是我已经凝聚了十二条光脉 精力淡淡地说道 精力的十二条光脉 其实就等于别人凝聚六条光脉的时间 因为 子不与怪力乱神诀 凝聚出的光脉 都是一对一对的 一次 就可以凝聚出两条 你是说 凝聚光脉的方法 是理修教给你的 墨守龟更加地不能置信 看向了坐在高台上位的理修 不只是墨守龟 所有人的目光 都不由地看向了理修 不错 没有总长的帮助 我不可能在近身光脊之前 凝聚光脉 不 不应该说是凝聚光脉 而是肿出光脉 总 长大人专门研究出了肿光脉 让任何低级试炼者 都可以肿出光脉 不需要近身光脊 这些话 就如同头顶的炸雷霹雳一般 真的人脑子嗡嗡直响 不需要近身光脊 任何低级试炼者 都可以凝聚光脉 肿光脉 这些信息 对于试炼者的冲击之在是难以想象的 只有光脊级才能够凝聚光脉 这是所有试炼者的共识 光脉 也是光脊试炼者的高贵身份象征 可是现在 却有人告诉他们 任何试炼者 都能够凝聚光脉 所产生的心灵震撼 可想而知 不可能 绝不可能 墨守规 还是无法相信经理所说的话 如果说 只是经理自己天赋异禀 能够在光脊之前 就凝聚光脉的话 还容易让人接受一些 可是现在经理告诉他们 他凝聚光脉的方法 竟然是李修创造出来的 是李修交给他的 这就让人无论如何 也没有办法接受了 那可是李修啊 他用魔装确实挺强 可他才 只是一个C级试炼者 C级试炼者 研究光脉 还解决了长生天 这么多光脊强者 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这不是在扯淡吗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 又由不得他们不信 经理真的没有晋升光脊 否则他的共生器和身体 应该会有变化才对 而经理凝聚出光脉 又是千真万确的事 不可能一刀 就砸碎了墨守规的守护天穷 除了凝聚光脉之外 还能有什么解释 还要继续吗 经理看着一脸 不能置信的墨守规问道 不用了 我说了 你的凝光法 真是李修创出来的 墨守规 还是不死心地问了一句 我经理何须说谎 经理说罢 就转身走出了演武场 接下来的比赛 已经没有人再有心思去看了 特别是四大家 和六组中的高层 他们的目光 频频看向李修所在的位置 心中都在盘算着 什么 一种所有试炼者 都能够修炼的凝光法门 那是何等恐怖的事情 简直就是将试炼者体系 直接搞得翻天覆地的逆天法门 以后整个世界的格局 恐怕都会因此而改变 谁能先抓住这个机遇 说不定就能够成就 难以想象的伪业 想想都觉得可怕 如果人类一生下来 就能够修炼凝光法门 就算修炼速度再怎么慢 有了十几二十年的积累和经验 不但晋升等级 会变得毫无难度 就连晋升光积极都一如反常 甚至有可能不再需要 破碎供生器 与自身融为一体 就能够晋升光积 融合供生器 是为了让自身 拥有凝聚光脉的能力 既然已经能够凝聚光脉了 那融不融合供生器 又有什么差别呢 可以说 理修的种光法 就是一条直达光积级的捷径 现在只有极少少数试炼者 能够融合供生器 晋升光积 以后学了种光法 人人都是光积试炼者 这就是离谱 包括李长颖和韩明慧在内 很多人都在盘算着 要怎么把理修弄出来的种光法 据为己有 大比什么的 在他们眼里 已经一文不值 那点资源又算得了什么 比起种光法来 那些资源根本不值一提 比赛还在进行的时候 李长颖带着白万里 就突然来到了 李修所坐的位置前 这时候 其他家主和总长们才反应过来 一个个也都蠢蠢欲动 可是李长颖已经在那里 现在他们也不好过去 只希望李修赶快拒绝李长颖 好让他们有机会去找李修 九霄云在外围看的是 相当无语 只骂金黎就是个大傻子 赢了就赢了 冒充一下光积即会死啊 非要把这个惊天秘密说出去 这不是把李修往火坑里面推吗 李修死了不要紧 他还没有拿到种光法呢 万朝信一脸古怪地 看着远处和李长颖说话的李修 还是有些不能置信地 问身旁的万朝春 小姑奶奶 李修 他真的创出了那什么种光法吗 金黎就活生生地站在那里 恐怕不会错了 万朝春神色也有些异样 名嘴轻笑道 你想要的话 我去给你讨一份就是了 这 方便吗 万朝信心高气傲 如果只是为了他自己 他绝不会去要李修的东西 可是李修弄出的 那什么种光法 是能够影响整个长生城格局的东西 如果别家都有 他万朝家 没有 以后万朝家的 没落是可以预期的 没什么不方便的 不要忘记了 他可是是我的四点 万朝春微笑着起身 走 我们现在就去 万朝信咬了咬牙 跟着万朝春 一起往李修那边走 神色变换不定 不由得有些患得患失 万朝春 却不像万朝信 那么患得患失 他很清楚 李修既然把这东西说了出来 就肯定没打算一个人独享 只要被人知道了 这也不是他能独享的东西 所以 他才会去开口问李修要 他知道李修会给 当然 万朝春也没有打算白药 李长寅 原本以为和李修交社会很麻烦 毕竟他和李修的关系 已经势如水火 现在想从李修那里 弄到这种东西 恐怕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所以李长寅已经打定了主意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他都一定要拿到李修的种光法 绝不能让种光法落在别人的手里 让李长寅没有想到的是 李修绝口不提之前的事 竟然很乐意与他交易 而且条件并没有李长寅想象中的那么苛刻 李修只要拿回以前魔装组的那些血印石 还有另外一些附加的宝石资源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条件了 虽然李修要的宝石很多 但是已经比李长寅预计中 要付出的代价少了许多 你确定给我的种光法 所有试炼者都可以修炼 李长寅看着李修问道 如果不能修炼 李家主可以来取我的相上人头 李修淡淡地说道 好 万里 去把血印石 还有李修要的宝石取来 一颗也不需手 李长寅命令白万里去拿宝石 不多时 白万里就带着 一盒盒的血印石和宝石回来了 直接堆在了李修的面前 李修从怀中摸出了一个小盒子 之而重之地交给了李长寅 李家主 此法极为珍贵 希望你不要轻易外传 我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李长寅接过盒子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本装定精美的小本本 翻开看了看 里面都是手写的法诀 一看就是手稿 这让李长寅还是比较满意的 看了一会之后 就知道 李修这种光法确实可行 虽然有特殊的要求 但是只要有光机强者相助 确实人人都可以凝聚光脉 他心中兴奋 脸色却冷了下来 故作气恼地说道 你这方法 根本不是人人都可以修炼之法 要求实在太高了 而且需要验证才知道 死法是否可行 等我验证之后 若是行不通 我必娶你 向上人头 李家主请便 李修知道李长寅这么说 实际上是在其他几家的高层心中 埋下了一根刺 让他们不会那么快来李修这里抢中光法 见李修没有否定他的说法 李长寅这才满意地带着盒子离开 急匆匆地出了炎武场 既然种光法未知真假 还要付出这么多的宝石作为交换 相信其他几家的人也会考虑考虑 值不值得 现在花大价钱去抢中光法 万朝春此时 已经带着万朝信 来到了李修进处 万朝信看着那一盒盒的宝石 心里面就有些犯嘀咕 真要让万朝家一次性 拿出这么多的宝石 去交换种光法 那万朝家到下一年的资源 分发下来之前 都要勒紧裤 要带过日子了 春节 看到万朝春过来 李修起身主动打招呼 四弟果然是天纵之才 竟然研究出了种光术这种秘书 万朝春笑盈盈地说道 春节也有兴趣 李修笑着问道 确实很有兴趣 小心带领万朝家 走到如今这个地步 很不容易 这次我们万朝家 自然不能试了仙计 万朝春的意思 笑了笑 拿出一份重光法 递给万朝信说道 上一次见面 也没带什么礼物 这个 就算是补了上次的见面里吧 万朝信又惊又喜 没想到李修竟然会这样说 一时间不知道 到底该接还是不接 还不谢过你四爷爷 万朝春在一旁说道 多谢四爷 万朝信一咬牙 从李修手里面 接过了种光法 只是那四爷爷三个字 实在叫不出口 只叫了生四爷 自家人 不必客气 李修笑道 原本因为李长营的那些说辞 有些犹豫的各家高层 见状也都走了过来 宁愿上当受骗 也不能落于人后 如果真被李修骗了 以后再找他讨回来也不难 李修再怎么厉害 也不敢骗了所有人 李修是来者不拒 谁要种光法 他都卖 开始卖得贵 后面卖得越来越便宜 后来连一些小家族 都付钱买了一份 开始还有人想转卖 却发现 李修卖得比他们还便宜 一时间 盐武场上在的看台 都变成了菜市场一般 大笔根本就没什么人看了 李长营带着 种光法级匆匆地回去 他已经想好了 就算冒着被会长 处罚的风险 也绝不能让李修 活着离开盐武场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走后 李修已经开始了大甩卖 他也没有想到 李修竟然会带着 那么多的手抄本 走着走着 李长营突然觉得不对 今天的长生城内 好像多了很多垃圾 不知道什么人 在长生城的墙上 贴了一些纸 他目光看向 贴在墙上的那些纸 仔细一看内容 顿时气得几乎一口老血 喷出来 那纸上所写的内容 赫然就是李修高价 卖给他的种光法 而且一字不差 连笔记都一模一样 第254章 烟波池 在盐武场上 买了李修种光法的人 好几个都气得差点砸了废 现在种光法都已经烂大街了 大街小巷到处贴的 都是 已经有很多人抄了回去 保密 根本是不可能了 李修这个人 真是有意思 他这么搞 等于是把整个长生城的 各大势力 差不多都给得罪完了 以后还能再长生城混下去吗 老不死的笑的 嘴都歪了 他和莫乌牙没有花钱去买 现在心情非常的舒坦 他要是不那样做 那才真是混不下去了 如果只有 李长赢得了种光法 你觉得 李家能容他李修活下去吗 莫乌牙说道 说的 好像现在他能活下去似的 现在李长 赢怕是恨不能把他扒皮抽筋 肯定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老不死的笑道 不只是李家 那些 买了种光法的家族 现在都去赌气号院的大门了 李修要是不退钱 恐怕根本不需要李家出手 其他那些家族 就能把李修给撕吃了 没用了 刚才那边就传来了消息 李修和他的几个亲信 根本就没有回七号院 悄悄去了网生镇 估计这会儿 应该已经进了失恋之地 莫乌牙笑道 那小子倒是跑得快 看来预谋不是一天两天了 退路都想好了 他去的哪个失恋之地 就不怕有人追进去杀他吗 老不死的说道 他进了天门 你说有几个人能进天门去追杀他 莫乌牙笑道 别人去不了 老不死的沉吟道 他既然去了天门 必然另有打算 你觉得他像是那种 没头没脑送死的人吗 莫乌牙说道 不像 那小子比鬼还阴 老不死的黑黑笑道 李修根本没等大笔结束 就带着人跑了 离开延武场之后 会合了在长生城内 贴销广告的杀楚 几个人带着卖种光法 换回来的资源 直接去了天门 在李轻一的帮助下 几个人顺利进入了天门城 有李轻一 经理和九霄云在 带着他们逆流上山完成试炼 完全不是什么问题 李修打算先去老刀那里躲一阵子 退钱肯定是不能退的 等他的等级上去了 谁肯再来找他退钱 那他可就不客气了 你真的打算躲在天门城内不出去 这始终也不是个正经办法 李轻一把李修送进了天门城之后 神色古怪的看着李修说道 他从来没有见过 有人像李修这么疯狂 实在搞不懂 李修到底是天才还是疯子 能够创出重光法 毫无疑问 他是一个天才 可是天才 怎么可能把自己弄到这种地步 让自己成为世界公敌 这是只有疯子才能够做出来的事 逃避虽然可耻 可是确实很有用 李修笑道 小奶狗没办法带进来 你出去后帮我先养着 李轻一叹气道 这天门城也并非是安全之地 其实比外面更加凶险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遇上恐怖的魔灵 更何况李长寅也能够带人进天门 在外面我还能够帮你一把 在这里谁也就不了你 你在这里比外面还要危险 不如回去把钱退给人家 安安生生地过你的日子不好吗 没事 我自有安排 李修告别了 李轻一带着杀楚 经理和九霄云往天门城内走去 你他娘的真是坑店 你明明都已经把种光法贴得满大街都是了 为什么就不能提前给我一张 九霄云跟在李修后面 心情郁闷到了极点 李修作死还要拉上他 他的血印石在李修手里 还不得不跟着李修进来 就算你有种光法 你能用种光法宁脉吗 李修随口说道 九霄云更加的郁闷了 现在他已经知道了 种光法需要有光积级点灯铸鸡 才能够凝聚光脉 可是他家唯一的光积级 早就离开长生天 不知道去哪里 逍遥了 以他在长生天内的好名声 还真的找不到光积级 给他点灯铸鸡 难道跟着你就能凝脉了吗 九霄云撇嘴道 李修才只是C级 离光积十万八千里 这里唯一的光积级 只有经理 可是经理会帮他点灯吗 既然你已经是我祭师组的一员 帮你点灯铸鸡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 等我们安顿下来之后 先帮杀楚点灯 然后再帮你点灯铸鸡 李修随口说道 听李修这么说 九霄云这才好过了一点 反正骗人的是 李修和他也没什么关系 等经理帮他点灯铸鸡之后 他就找个机会 把自己的血印石偷回来 然后立刻和李修划清界限 他以为李修 是要让经理帮他点灯铸鸡 并没有真正领会李修的意思 李修拿着李清衣给他的地图 按照地图往天门城里面走 这是长生天探索好的安全路线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更何况有经理在 只要不是运气太差 就不用怕 老刀守着的门 是在城的另外一边 需要横穿整个天门城 才能够到达那里 你这到底要去哪里 跟着李修走了半天 九霄云又憋不住问道 杀楚和经理都跟着李修走 一句话也不说 这让他很郁闷 去镇守天门的刀长老那边 李修笑道 九霄云一听这话 差点蹦了起来 你这是在找死吧 你知道刀长老是什么人吗 知道啊 刀长老不就是 十大长老之一吗 现在顶替了大长老的位置 镇守天门 算是临时大长老 李修边走边答道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的意思是说 你知道刀长老和李家的关系吗 九霄云说道 刀长老和李家有什么关系 李修疑惑地问道 九霄云差点没被李修气死 刀长老以前 就是李家通过求道组 赵木镜长生天的 现在刀长老的血印石 还在李家手里呢 你去刀长老那脸 不就是自投罗网吗 哦 原来如此 那倒是有些麻烦 李修没想到老刀的血印石 竟然是在李家手里的 他不是怕老刀 受李家的驱使来对付他 就老刀那样的性格 拿他自己的命 威胁他是没用的 李修是怕回头 真要是李家的人 真的带着老刀的血印石去了 怕老刀 因为他们和李家翻脸丢了性命 李修知道对付血印石的方法 但那方法仅限于契约之前 已经契约好的血印石 李修也没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你知道就好 刀长老那里是万万不能去的 还是找个地方躲一躲吧 先帮我点灯 这样我们也安全一点 九霄云说道 等见过刀长老之后再说吧 李修说道 我说了这么多 你还要去见刀长老 九霄云差点没被气死 李修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对照着地图继续往前走 九霄云见李修这样子 气得也是没话说 闭上嘴自顾自的走路 心中暗道 反正我和李家也没什么恩怨 刀长老就算是接到了李家的命令 也只会杀你李修 和我有什么关系 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天门城实在太大了 走了好几个小时 地图上的路线 也才走了四分之一不到的样子 好在有李轻一给的地图 和地图上标的路线 真要是让他们自己 在这里面摸索 鬼知道有没有命 到达老刀那里 几个人走到一处浴亭的旁边时 李修停下来 打量那浴亭 这里就是烟波亭了 按照地图上的标记和注解 我们的在这烟波亭内休息一段时间 等烟波亭内的莲花开了之后 才能够趟着水渡过前面的烟波池 李修说着走进了烟波亭 这烟波亭四郎八主 建得颇为古怪 更古怪的是 烟波亭的中间有一口古井 井内的水都快要满出来了 水面上生长着两片莲叶 和一朵未开的莲花 莲花不开 就不能下水渡过前面的烟波池 按照地图所示 前面的烟波池没有桥可以走进去 只能渡水而过 八十里烟波池只能靠游的 如果莲花不开 那烟波池中就会有 诡异之石发生 下了水后怕是 没命再上来 除了游过去之外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 这烟波池中有一条小船 坐着小船也能渡过烟波池 不过那小船 一般都是由镇守天门的人所掌握 除非老刀巡逻来到这里 否则他们也没有船可用 经历看着亭外 被光雾笼罩的烟波池说道 我曾听人说过 这烟波池内有恐怖无比的魔灵 它暗藏在池底不出 若是有人或者魔灵从烟波池上过 就会将其拉入水底吞噬 就算是光积极 也难以未免 只有在莲花开时 那魔灵就会沉睡 等莲花重新收敛之时 才会醒来 趁着这段时间 才好渡过烟波池 九霄云接口说道 我却听过一种 和你有些不一样的说法 什么说法 李修问道 九霄云看着亭外翻滚的光雾说道 我听说的故事 和经历的不一样 这烟波池内并没有什么魔灵 而是沉睡着天地的一位妃子 天地的妃子 为什么天地的妃子 会在这池中沉睡呢 杀厨也来了 兴趣 看向九霄云问道 传闻 天地残暴无比 每夜无女不欢 而且还会把和她欢好的女子 折磨至死 尸体丢进烟波池中 也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女子 被那暴君所杀 葬身于烟波池内 八十里烟波池 亡魂月女买骨的 传闻池底铺满了那些女子的骸骨 顿了顿 九霄云才又继续说道 直到一个名为连的女子 成为那暴君的妃子 竟然活着从暴君的寝宫中走了出来 而且自那以后 暴君夜夜都要让那连飞服侍 再也没有祸害过其他的女子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连飞最后 也被抛进了烟波池呢 杀厨又问道 连飞不是被抛入烟波池 而是自己跳下了烟波池 九霄云接着讲道 暴君夜夜声歌 沉溺于酒色 完全不理会朝政 弄得魔国国内怨声载道 那连飞声名大义 苦劝暴君 无果 自己投了烟波池 以死明智 想劝那暴君情政 那暴君被感动了没有 杀厨毕竟是个女人 终究是怀了一份美好的愿望 当时有没有被感动 不知道 反正肯定是没有改 否则魔国也不会亡了 九霄云笑道 故事还没有完呢 我接着讲 那连飞心思圣洁 投身于烟波池中之后 也不似其他那些女子一般 化为冤魂厉鬼 反而化为了满池的莲花 莲花开时 就是连飞醒来之时 那些葬身于烟波池中的 月女鬼魂受其感召 便不会出来害人 如果在莲花未开的时候 进入烟波池 就必然会被池中的那些 月女鬼魂 纳入池底 活活淹死 你这故意讲的倒是挺有 故事性 不过却不太合理 杀厨说道 故事就是故事 真要是合理了 那还叫故事吗 九霄云正说着的时候 只见那井中的莲花绽放开来 莲花似血 尖端一蹴 粉红 绽放开来之后 我们下池吧 李修看了一眼那绽放的莲花 然后转身向着池边走去 几个人鱼灌下水 沿着台阶往下走 经理走在了最前面 李修和沙楚在中间 九霄云则在最后面 有那些如云似烟的光团遮盖 也看不到下面的水 沿着台阶走了好几步 才感觉到有水进过了 脚脖子 继续往前走 很快水就没过了 大腿 前面的云雾光团 也越来越浓 近在咫尺 都几乎看不到对方长什么样子 大家小心点 李修说着 只感觉脚下一空 整个身体都泡进了水里 原本是台阶没有了 脚下是深不知底的池水 几个人虽然离得很近 但是已经谁也看不见谁了 只能听到水声不断地在附近响起 李修甩开膀子往前游 同时听着附近的水声 好与沙楚他们能够保持一致 烟波池传说 有80里 以他们的身体素质 要游过80里 也用不了太长时间 经理和九霄云 为了等李修和沙楚 速度放慢了不少 否则他们早就游得没饮了 烟波池的池水有些凉 李修倒是不怕凉 可是他游了一会儿 却又感觉池水越来越热了 开始还能够勉强忍受 可是过了没多久 那池水热得好像是烧开了一般 烫得李修都有点受不了了 池水怎么这么热 沙楚你没事吧 李修仰着头 双手划着水 对着沙楚所在的方向喊道 经理和九霄云 他并不担心 以那两个家伙的身体素质 就算把他们放进开水里面 也不可能伤到他们的身体 热 怎么会热呢 这谁挺清凉的 很快旁边就传来了沙楚的声音 沙楚一边说 一边向李修这边靠了过来 很快就到李修的身边 双腿在水中摆动 一只手滑水 一只手摸索着 碰到了李修的身体 清凉 李修满脑子的问号 他感觉附近的水 虽然没有像开水一样冒泡 但是温度 估计也已经快要接近费点了 就算身体素质再怎么好 不会被烫伤 也不可能会感觉清凉才对 沙楚摸到了李修的手臂 直接靠了过来 手指沿着他的手臂往上摸去 很快就摸到了李修的脸 沙楚用手摸了摸李修的额头 很正常啊 没有发烧 你怎么会感觉热呢 没有发烧 那肯定就是发骚了 不会是听我讲了这时钟 都是女鬼 你心中的小火苗 就按耐不住了吧 旁边传来了九霄云野鱼的声音 他和经理也听到了李修的话 都停了下来 漂浮在附近的水里 小黎 你感觉到热了吗 李修没理九霄云 不热 经理很肯定地回答 李修心想 这就奇怪了 四个人都在同一个池子里面 没道理 只有我感觉热啊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经理沉声 问道 没什么问题 继续走 李修知道 就算有事 也不能乱了阵脚 他们必须要赶在莲花盒上之前游过去 经理应了一声 继续往前游 李修 沙楚和九霄云也连忙跟了上去 可是李修真是感觉越游越热 好似在废水中游泳一样 好在他的体魄也算是不差了 若是以前没有成为试炼者的时候 现在怕是已经被煮熟了 奇怪的是 旁边的沙楚他们 却都没有事 经理还不时地出声 问他有没有事 四是知道李修这边 应该是出了点问题 随时准备过来救援 除了热之外 李修倒是没有感觉有什么问题 好在这水虽然热得他难受 却还能够勉强支撑 而且现在说什么也没用 无论如何 也要先游出去 只能加快了速度 往前游 听到李修加快了速度 沙楚他们也都跟着往前游 游着游着 李修感觉自己的脚 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 让李修心中一惊 连忙收腿 同时叫道 水下有东西 什么东西 沙楚的声音传了过来 不知道 碰了一下就没了 有点像是有什么东西 从我腿边游了过去 李修皱眉 那东西碰到了他的 小腿之后就消失了 好似一条鱼 从他的腿边游过去了似的 总长 咱们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 你是不是刚才听了 我讲的那个故事 害怕水中有女鬼呀 要是真的害怕 那就明说嘛 哥哥我抱着你哦 有女鬼 让他们冲着我来 左边传来了 九霄云笑嘻嘻的声音 别说废话了 快点游出去 李修感觉这池子里面 肯定不对劲 催促着几人 继续往前游 明明是你自己废话 多好不好 九霄云嘟囔着 重新出发 李修一边游 一边暗自注意水下的动静 可惜这水夜中 也有如云似雾的光韵 把池水印的 和牛奶似的 根本看不到 水下有什么东西 突然 李修感觉双脚的脚脖子 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还没有等他出声 那东西 就传来一股 无法抗拒的距离 直接把他整个人 都拉到了水下 第255章 怪事连连 李修的身体 在水中快速下沉 身体被拉得 像根立剑一般 破开池水往下冲去 李修立刻伸手 去抓挂在身上的灵解 可是手臂才动 就有什么东西 缠上他的手腕 把他的两只手 都给紧紧缠住 把手脚上的东西给震短 可是那东西却异常地坚韧 从邪灵牌 和禁忌之枪内 涌出的光能 并没有能够 把缠着手脚的东西 震开 烟波池的水 比他想象中要深得多 身体快速被拉下去 好一会儿都没有到底 可是随着 深入水下 水中云烟一般的光芒 渐渐变手 如同穿过了云层一般 四周的水 突然变得清澈起来 视野也变得开阔异常 在头顶上方 如云层一般的光滑照耀下 李修看到了 令他永生难忘的一幕 一望无际的湖底 铺满了无数的骸骨 看那些骸骨的结构 应该是人类的骨头 又或者是某种 为人生物的骨头 难道九霄云所说的 那个故事 是真的 残暴的天地 真的把无数 女子的尸体 丢进了烟波池中 李修目光四下里打量 发现 缠着他手脚的东西 竟然是来自于池底的 一株黑色莲花般的生物 在那满是 就是从那莲叶之间 伸出的如藤牙一般的东西 李修的身体 被快速拉向莲花 随着距离的接近 才发现 那莲花超出想象的大 莲花中的莲蓬上面 本应该是莲子的部位 却长着一个个眼睛 那些眼睛都在盯着李修 莲花的黑色花瓣上面 竟然长满了 细如绒毛的牙齿 毫无疑问 这株莲花 是一个罕见的植物际魔灵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四个人 一起进了烟波池 这黑莲花 却只盯上了他 眼看着旧药 被拉入那巨大的 黑色莲花之中 李修心念一动 腰间的火莲剑 自动从腰间弹了出来 如火焰般燃烧的剑身 展向了缠着 李修手臂的黑条 谁知道那黑条 竟然猛地一拉 让李修的手臂 迎向了火莲剑的剑人 眼看着火莲剑 就要 斩在自己的手臂上 火莲剑猛然停了下来 刚刚这么一停 一条黑色如带般的东西 就缠了上来 把火莲剑也给缠住了 碰 李修的身体 被拉着撞进了 黑色莲花之中 那长满了 绒毛般牙齿的花瓣 立刻合拢 一层层 把李修给包裹了起来 李修心中惊骇 眼看着布满利尺的花瓣 就要包裹住他的身体 他甚至已经看到了 花瓣上面 沾着奇怪的液体 可是他的四肢 牢牢被缠着 还有更多的黑须 缠上他的身体 让他根本没有办法动弹 咔嚓 正当李修 李修想要召唤出 绝地武士的时候 突然看到 重重包裹的花瓣之上 竟然出现了一刀裂痕 紫黑色的刀芒 从那裂痕中透了进来 经理 李修 看到从裂痕中 出现的那张脸 顿时大喜过望 在李修被拉下来的时候 一直关注着李修的经理 就发现了不对劲 闻着声音 直接潜了下来 只是因为那黑莲花 拉扯的速度太快 经理一时间没有追上 直到现在 才终于冲到了 黑莲花的近处 一刀把黑莲花的花瓣 展开 黑莲花受此一击 似是痛苦 难当 花瓣都张开 如同痛苦的无声咆哮 无数的黑须 从连夜四周伸出 卷向了经理 经理手中之刀 光芒连闪 硬生生 把那些靠近他的黑须 都给斩断 刀光 更是把莲花的花瓣 也给一片片削断 经理挥舞着 鬼头刀冲了过来 斩断了束缚着李修的黑须 在李修脱困之手 鬼头刀狠狠刺进了 那长满了眼睛的 帘棚之中 一道道紫黑色的刀芒 在那帘棚之中闪烁 下一秒 整个莲花连同帘棚 一起四分五裂 一颗磨合 从中掉落了出来 经理抓住磨合和李修 一起向着水面冲去 当两人冲出水面之后 李修不由地 常常舒了一口气 多亏了有经理在 否则这次 还真有些麻烦 我们快走 李修对着旁边的经理 喊了一声 继续向前游去 不知道为什么 李修还是感觉 这池水热得让人难受 并没有因为 那朵黑莲被斩杀 就恢复正常 因为之前的变故 经理更加贴近李修 一直关注着李修的情况 以免刚才的情况 再次发生 直到李修四个人 从烟波池中出来 也没有再发生什么情况 看了一眼 身后的烟波池 李修感觉有些奇怪 总感觉那烟波池当中 好似有一双眼睛 在盯着它 刚才怎么回事 杀楚看向李修 和经理问道 池底有一株黑莲魔灵 刚才把我拉了下去 还好经理及时救援 李修把事情的经过 说了一遍 明明我们四个人 一起下的烟波池 那黑莲 却只盯上你一个人 可见你的人品如何 以后多做点 善事积得吧 九霄云黑笑道 我们赶快走吧 快点赶到 刀长老那里 以免再遇上什么麻烦 经理说道 李修点点头 跟着他们一起 离开了烟波池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自从游过了烟波池后 李修就一直感觉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盯着他看 可是仔细留意了很久 却没有什么发现 告诉经理之后 经理也没有发现 有什么东西跟着他们 自从过了烟波池之后 这一路上出奇的平静 就连地图上面标记着的 有可能会出现魔灵的地方 他们也都没有遇上魔灵 前面就是独木桥了 过了独木桥再往那边走 相对来说 就安全很多了 李修看着前面说道 说是独木桥 其实就是一柱水桶粗的 圆形玉柱 那圆形玉柱 延伸进云雾石的光芒之中 也不知道到底有多长 九霄云打量着那玉柱桥说道 听说这独木桥 原本是通往幽民之路 两侧都是无尽的地狱 一旦摔落下去 那便永不超生 也不知是真是假 真假不知道 不过 我们按照地图上注解的方法 过桥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李修看着地图说道 这上面说得很清楚 此桥只能闭着眼睛过去 在桥上的时候 千万不能睁开眼睛 一旦睁开眼睛 哪怕只看一眼 就会立刻摔落下去 纵有飞天之能也没用 等会儿上了桥之后 无论听到什么感觉到什么 绝对不可以睁眼 知道了 九霄云这次倒是很主动 闭上眼睛之后 竟然第一个踏上了独木桥 估计他之前 就听过独木桥的事 知道 只要不在桥上面睁眼 应该就没有什么危险 杀楚 第二 李修第三 精灵走在最后面 李修踏上玉桥之后 那种被人在后面盯着的感觉更强烈了 让他总有种想要回头去看的冲动 李修强行按捺住这种冲动 跟在杀楚后面往前走 他知道身后是精灵 就算有什么东西 也得掀过精灵那一关 玉柱不宽 上面又是光滑的圆弧 对于一般人来说 睁着眼睛走过去都很难 更不要说闭着眼睛了 不过对他们几个来说 这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要稍微注意一点 就不可能从上面摔下去 李修走着走着 突然感觉背上一沉 好似有什么东西压在了他的背上 连忙伸手去抓 可是却什么也没有抓到 背上空无一物 他没有出生 他自己出生之后 后面的精灵会忍不住睁开眼睛 去看他的后背 李修闷不吭声地继续往前走 压在他背上的东西并不算太重 就好像是背了一个人似的 更让李修惊骇的是 他竟然好像听到了耳边有呼吸的声音 就好像他真的背了一个人 那人的脑袋就在他的耳边呼吸一样 可是李修伸手去抓的时候 却什么也没有抓到 后面空无一物 总长 怎么了 后面的精灵听到了李修的异常举动 闭着眼睛问道 没什么 后背有点不舒服 李修心中有点发毛 但也没有说什么 随口搪塞了过去 精灵嗡了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却紧走了两步 距离李修更加的近了 那呼吸声一直在李修旁边不断地响起 李修不由地按道 不会是真的撞邪了吧 现在也没什么办法 李修只好强忍着 心中的不适 继续往前走 走着走着 李修突然感觉 脸上被一条又沾又湿 好似冰冷舌头般的东西 舔了一下似的 让他全身的汗毛 一下子就都立了起来 鸡皮疙瘩也都起来了 啪 李修给自己脸上来了一巴掌 可是却什么都没有拍到 重重地拍在了自己脸上 什么情况 前面的沙楚和九霄云都停了下来 他们也不敢睁开眼睛去看 只是转头问李修 没什么 好像有蚊子 你们没感觉到吗 李修说道 胡扯什么 这里哪有什么蚊子 真要是有蚊子 那也是魔灵 九霄云说着 继续往前走 我什么东西都没感觉到 沙楚也意识到 李修可能有什么问题 但是他自己确实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继续走吧 李修让沙楚继续走 自己也跟了上去 李修低着头走路 耳边的呼吸声 却越来越明显 那软湿四冰 凉舌头一般的东西 更是不时地从他脸颊和脖子上面 划过 让李修皮肤上的鸡皮疙瘩 都快要肿起来了 李修最怕这种软软的东西 现在还看不见 摸不着 让他更加的难受 脑子里面不由自主地 想象出各种画面 可是他伸手去抓的时候 却又什么都没有摸到 这让他自己都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难道说那黑莲有毒 毒素在我身体内产生了作用 让我出现了幻觉 李修只能这样猜测 好在虽然感觉上很难受 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伤害 李修四人顺利地走过了毒木桥 在李修走下毒木桥之后 耳边的呼吸声突然消失不见 背上的负重感也同时感觉不到了 谢谢 李修正以为自己之前的猜测 可能没错 应该是黑莲的毒素作用消失了的时候 却突然听到身边响起一个似有似无的声音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李修睁开眼睛 四下里打量 却什么人也没有看到 哪有什么声音 你是不是在那烟波池中被吓到了 怎么老是疑神疑鬼的 九霄云侧耳倾听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没有就好 李修看了看地图 按照地图继续往前走 后面的半程路就好走得多了 没有像烟波池和毒木桥那么诡异的地方 事实上 诡异的地方还有很多 只不过这条路线 可以将那些诡异的地方绕过去 烟波池和毒木桥是绕不开的 当四个人看到前方高大雄伟的城门时 都常常松了一口气 虽然九霄云嘴上那么说 可他也知道 李修肯定是遇上了什么问题 所以一路上几个人都有些压抑 生怕出了什么事 到了城门后 心中的大石才算是落了的 这边的城门比另外一边还要残破 巨大的浴室门板上面 一条条裂痕 大大小小不知道有多少条 小的裂痕 只能容一张纸穿过 大的裂缝 都快要能够骑着摩托车过去了 几个人从那裂痕中穿过了过去 只见城门外面 竟然还有一圈圆弧状的城墙 那圆弧状的城墙上面 还有着另外一道城门 那个城门看起来就完整得多了 虽然上面 还是有一道道纵横交错的痕迹 仿佛是被人用巨剑巨刀斩过的一样 但是城门至少还是完整的 并没有被洞穿之处 几个人远远就看到一个穿着保安服的老头 坐在城墙上面 正是那老刀 刀长老 我们来看你来了 九霄云冲着城门上的老刀 亲切地喊道 他只希望老刀还不知道外面的事情 让他们可以先在这里安全地休息一段时间 似乎已经是睡着了的老刀 睁开了眼睛 打亮了他们一眼 之后 翻身从城墙上面跳了下来 落在他们四人面前 李修 你竟然还敢来这里 老刀盯着李修冷声说道 九霄云暗自叫苦 精灵和杀楚 也都警惕地盯着老刀 暗自握紧了刀柄 我为什么不敢来 李修笑道 李长寅专门让人过来通知我 如果你来了 务必让我把你的命留下 老刀冷着脸说道 九霄云暗自纳闷 他们是第一时间进入的天门 李长寅的人应该没有那么快到才对 怎么老刀这么快就接到了消息 李长寅到底是怎么把消息传过来的 我的命在这里 想要的话就来拿吧 李修走到了最前面 对老刀说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老刀说着走了过来 精灵握着刀 想要挡在李修前面 却被李修伸手拦住 他也走向了老刀 这家伙又想做死 老刀已经走到了李修面前 九霄云正在考虑 如果李修被弄死的话 他该跑还是该留的时候 却见老刀伸开 双臂抱了一下李修 等你很久了 怎么现在才来 老刀松开了李修之后 笑呵呵地问道 就我现在这水平 要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怎么会冒险来这种鬼地方 李修笑道 怎么回事 你不是在外面混得挺好 不但成了祭师组的总长 还把魔装组的资源 从白万里手上夺了去吗 老刀疑惑道 见老刀并不知道 总光法和大笔的事情 李修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哈哈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你小子就是不一般 竟然能够搞出 总光法那种东西 这下子又要天下大乱了 老刀大笑道 李长寅之前派人来通知我说 要把你和万朝信派到这里 来镇守天门 让我好好招待你们 没想到还没等他把你弄过来 你自己就来了 放心吧 有我在这里 李长寅就算派人进来 也找不到你们 见刀长老和李修的关系 竟然这么好 九霄云和金黎都有些吃惊 刀长老这个人出了名的脾气大 除了会长和李长寅之外 谁的面子都不给 没想到刀长老 竟然会和李修的关系这么甜 甚至为了李修 不惜得罪李长寅 老刀 听说你的血印实在李长寅那里 李修说道 我这把年纪 谁还在乎那个 你不用管那些 老刀拉着李修说道 你来的正好 你再不来的话 那件东西 我就不得不丢掉了 之前说过要给你的好处 可就没了 什么东西 李修疑惑道 看了你就知道了 老刀拉着李修 沿着城门楼的台阶走上去 经理 九霄云和沙楚 也跟了上来 几个人 很快就来到了城门楼内 只见在那御楼之中 摆着一个两米多高的黄铜炉 炉内 金色的火焰 正自疯狂燃烧着 李修几人 听到那满是惊艳的黄铜炉内 竟然传出了一声声淒厉的 惨叫声 你说要给我的东西 就是这个炉子 李修疑惑地看着老刀 老刀嘿嘿笑道 不 我说的东西 是炉子里面的家伙 是炉子里面的家伙